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聊聊节目的名称叫做化仙 就是台语闲聊的意思 台语叫做卫仙 我是一个国中的退休老师 前年才刚退休 教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叫我欧傻 我姓欧 欧洲的欧 一个姓欧的伙伎 所以就叫做欧傻 退休之后生活还算充实 但是讲话的机会变少了 这个就是我退休前没有想到过的 所以就想运用podcast来说说话 那我发现话少了 头脑也会变顿的 所以这是个退休后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再另外专门录一集来聊聊 以后在节目中 我会分享一生中 所经历过有趣的人事部 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看法 提供大家来参考 好比退休前 前十年我就开始 左手安排退休的生活 要如何的排遣 退休后因为可以运用的时间变多了 就在想应该如何安排呢 这个就是为了要在退休后 找一些事情做才不会无聊 例如 我就在退休前开始练习三十六 也学一些木工手工艺的技能 当然为了生健康又运动 所以运动技能也要好好地培养等等 我也会聊一些教书的时候 只有比较有趣的经历 好比 我为什么早上四点钟就到学校了 这么认真进食 为什么反而遭到厌恶 甚至被拔掉训导主任的职位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经历 那教育界也有一些黑暗面 以及台湾教育 这个我的一些反省 还有看法建议等等 我也会用轻松的方式 来聊一下比较严肃的话题 那其实呢 我常常跟人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还有视角 那期待 未来 大家网络见哦 最后要跟您说 请放轻松 听听就好 别太认真哦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再跟您话先 拜拜